大家好 我一个老乡不顾家里人反对 住了大概有20毛的房地 当时村里的人说他是傻子 这种房地还要用钱去住 他说送给我都不要 他一下子签了合同 签了10年 但是我这个老乡的眼睛很独到 前年他买了5只动物回来 就放在这个房地里面养 也不用喂驰料 也不用什么管理 现在年收入有30万 他现在已经靠这个发家支付了 我们去看一下他养的到底是什么动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房地就是很大 这里有20毛 他养的动物就在前面 他那个动物一只可以买到 1万8到2万一只 我们去看一下 他的是什么动物 他现在就是养的这种动物 这种动物在我们这里是叫大水牛 一只可以买到1-2万开舔一只 非常有眼睛 我也非常羡慕他 哇 这只是 这是水牛 特别大呀 哇 是不是有牛嘴了 这个 肚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他还不怕陌生呢 我一来他还是让我摸摸他 我老乡为什么买了5只 年收入就有30多万 他是这样的 我自己还吃 我老乡第一年是买了5只 第二年就有10只 一直这样巡返下去 他也不用去进牛嘴来 就这样一直巡返下去 现在有30多只了 这蛮草坪多数 加起来就有30多只 这种大水牛 一只能不能买到2万开舔的 如果能够买到2万开舔 是赚发了 现在都有30多只 2万开舔来吧 30乘以一个 现在都有60万开舔了 三年的时间 我也非常羡慕他 这样 这只牛呢 就是这种牛 板子出来的 这个牛呢 大概养个八九个月就可以卖出去了 在我们这里的牛肋价钱也买得挺好的 要五六十块钱一斤 在我们这里呢 这个牛肋呢 市场供不应酬 也就是说我们的牛就不够市场卖 刚才呢 我也问过了我老乡 我说为什么不多养几只呢 他说养殖的这个东西 先不要一下子养太多了 他说慢慢的来 慢慢的扩大 因为养太多的话 如果一只出了问题的话 就两只两只就会变三只 这样一出问题的话